就是 邱老师的滑鼠 指标很大 当老师指到哪里的时候 学生看得比较清楚 为什么我们的滑鼠指标 都那么小一颗 因为我有把它变大 变大的方式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 我觉得是身为一个讲师 要体贴学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我这个字都会比较大 这个指标的调整在哪里 你一样再放大进这边 你就寻找滑鼠指标 寻找滑鼠指标 刚刚问的老师不在 滑鼠指标 然后这边有一个 变更滑鼠指标大小 所以你从这里点进来之后 这里就可以调整 所以我现在这个大小是三 所以我如果往右边 哇 巨无霸 然后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当你的指标变很大的时候 有时候你去按某个按键 有没有 你就好像会有一点误差 你会可能按不到那个按键 所以你有时候要 就是要确认一下 它的按键的那个点 到底是那个箭头的最尖尖的地方 还是还是那个箭头尖尖的 那个黑线的中间 你可能要再确认一下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这样很不好按的话 你就是稍微再调整一下 调到你觉得又按得到 然后滑鼠又大 又学生又看得到的情况 然后这边还有几个选项 就是它可以切换颜色 然后这一个是 就是你的滑鼠 如果遇到背景是白的 它就自动变黑 遇到背景是黑的 它自动变白这样 所以可能会比较好分辨 那或者是 这种有黑线白底的 那这个不管再黑的 再白的都看得到 那这个就不好了 各位千万不要选这个 因为你的画面如果是黑的话 你就完全看不到 你的游标在哪里 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你通常会去选一个 适合的 然后另外就是 这个是说 有时候我们难免 眼睛会花 还是会看不到 那所以如果你这个打开的话 你在那个触控荧幕上面 你摸一下 它会 你摸到那个点的旁边 它会有那个视觉回馈 就是好像会震动那个感觉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关键是 滑鼠指标 各位可以试一下 去设定一下你的滑鼠指标 尤其是远去课 因为学生根本看不到 你的指标在哪里 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尤其常在台上讲课的 这些小细节 就是可能要留意一下 然后其实你那个Windows 3 它的桌面那个字形 也可以调整大小 也是可以调大小 所以像我 我40岁就像不老花了 所以我都会把我的电 我的视电 这样打 不然我就看不到 那个椅子上面的刺痛 不然就是要再把老花一键 带起来 所以如果眼睛也跟我一样 已经不好的人 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可以调整 你要的那个滑鼠指标 我已经讲完了 因为它很简单 就搜寻那个滑鼠指标 放大镜搜寻滑鼠指标 滑鼠指标大小 滑鼠指标大小 这六个字去搜寻 滑鼠指标大小 那六个字去搜寻 滑鼠指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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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有否学生再多看不见 那就是该去车检查 那个长相不一样 应该是Windows版本不一样的关系 那个可能是那个 Professional版的或是 Home Edition的 那个版本不一样 可能功能会有一点差别 长相不太一样 那你们的应该是用 直接选 1号到3号的 那个大小 好 好 感谢观看